繼續要幫大家進標到下一支手機 這支4G手機之前賣得非常火紅 就是Infocus的F510 沒錯 它就是郭台銘 郭董他們家做的手機 網友CP值大推的手機 這個說比小米機還好用的這一支 跟大家介紹它的規格 一樣5吋的大小 4核心的處理器 主打它的照相功能非常厲害 800萬的照相畫素你可能覺得沒什麼 但是它有F2.2的超大光圈 所以喜歡在KTV拍照 喜歡拍夜景 喜歡在風圓附屬的情況下拍照的朋友 不用再開閃光燈了 它的2.2超大光圈會自動幫你做補光 每一張照片拍起來都非常的好看 再來0.3秒的快速對焦 一般手機拍照搭熱照需要對焦會低低的時間量 1秒到5秒的時間不等 它只要0.3秒 如果你想要拍寵物的 你想要拍後的跳舞 想要拍一些動態照片的話 0.3秒快速對焦非常的好用 最後它的相機有做28mm的超廣角 同一個位置我拿iPhone拍 可能只能拍這邊到這邊 這一台手機同一個位置 可以拍這邊到這邊的廣角 喜歡自拍的前鏡頭 以前只能拍兩個人有沒有 現在這個超廣角可以拍3到4個人 沒有問題 這一支手機推薦給大家 它的什麼動作